美女媽媽未摸入 骨質疏鬆矮了 10公分 身高153公分 47公斤的陳小姐生完小孩 居然要背著支撐架生活 她去年9月生完第一胎 為了摸入之後 蓋肢跑光光 突然發現 背很痛 然後很吃力 抱小很吃力 醫院的方向就是 以那個癌症的骨轉移 之後檢查才發現 是嚴重的產後骨鬆症 去做S光檢查 然後有八個地方 有就是骨折倒 壓迫性脊椎骨折 竟然導致身高矮了10公分 主要就是背痛 然後變矮 厲害的時候就開始 頭背那個體型都會變 雖然懷孕時 胎盤會活化維生素低 提高吸收鈣 但是媽媽每天哺乳 流失200毫克的鈣 小便又流失100毫克 這些媽媽們掉的骨頭的量 可以是停經以後 一年掉的那樣 雖然陳小姐的體質 是只有百萬分之五的清新 體型纖細 懷雙胞胞胎 奶量大的媽媽還是要特別小心 建議哺乳期間 每天攝取1000-2500毫克的鈣 才能讓媽媽和寶寶都健康喔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